好看一下 那么上节课是我们这个副模板抽象 上面就是登录和注射基本上完成了 那么下面用户模块里面还有三页面 这三就是我们的用户中心里面的三个页面 就是把这三个页面把它拷贝一下 放到我们的模板目录下面 放到模板目录下面把它直接粘过来 那么粘过来之后 首先我们先把这三个页面使用我们的副模板 把它改造一下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页面 它继承的应该是这个BaseU的Center 继承之后 它只需要去重写的一块内容 就这个BlockRiteContent 所以你找到它之后 这个BlockRiteContent里面 其实它只需要去包含里面的右侧的DIV元素 就是BlockRiteContent 你把这一行你直接一缩进 你一缩进之后 它的上面和下面就直接都给它删掉 下面删掉 下面删掉 然后就可以写了 直接是BlockRiteContent 继承我们的BaseU的Center 继承之后 在这里面写上BlockRiteContent 右侧内容块里面写这个DIV元素 NBlockRiteContent 同样的道理除去之外 这个Oder页面也是找到右侧的DIV在哪 找到这一块 然后把上面删了 下面也删了 删完之后 在这边也是BlockRiteContent 好 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也是同样的 找到这个RiteContent 然后上面删了 下面删了 只留下右侧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拿去写了 好 继承 XSense 我们的BaseU的Center 在这里面 这是右侧BlockRiteContent 然后这里面结尾 NBlockRiteContent 就把这两步 把这几个写完之后 现在我们三个页面 通通的用我们的副模板来改到了 下面我们先不管这三个页面上的功能 我就先写三个对应的视图 先把这三个页面显示一下 就在我们的这个 U的的Views里面 我就定义三个类似图 把它们做一个显示 首先我们下面先来一个 我要显示用户中心这个页面 我就写一个class U的InfoView G成View 它就属于用户中心 这个信息页面 信息页 那么在这里面显示 我就来一个GET Define一个GET 写上一个Self 然后有一个 Request 这里面 它就是这个 显示 显示谁呢 直接就显示我们的这个东西 Return Render Request 我要显示的是这个 个人信息 这个页面 就它 那么在这里面写的就是我们的 U的Sinta Info OK 这样一个定乱完之后 其他的也是一次的道理 把它拿过来 订单页 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改成这个 Order 那么这个 Info后面 对应的这个名字 又应该是U的Sinta Order 所以呢这个 这个Info呢 也是改一下 改成这个 Order 好 通过来 除它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址 这个页面 那么地址 这个页面呢 拿过来之后 我把这个改一下 我给它改成这个 Adress 就是地址 Adress View 那么 这个啊 这上面呢 是这个 订单 下面呢 是这个 地址 地址之后呢 这里面地址呢 使用的是这个 Sinta Sight Sinta Sight 在这里面 这个页面啊 当你把这三个类式图 这就写完了 直接做一个显示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去配置这个地址 用户中心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叫斜杠优打 就它 斜杠 优打 OK 那么这个 订单页面呢 我们就叫做 U的 ODA 那么地址 这个呢 就叫做 U的 Adress 对吧 Adress啊 然后往下面来 看到啊 有了它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做这个地址的 配置啊 配置 找到我们应用的 UILS里面 因为前面的这个 斜杠优打呢 在我们的 DailyFresh里面 其实呢 已经做了一个 包含啊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没有必要呢 去写这个前面的U等啊 直接在后面 在写之前 先把这三个类呢 先导入过来啊 首先第一个 U的 InfoView 然后呢 U的 O的 View 再往下 这个 Adress View OK 把它导过来之后 下面我们就可以做配置的啊 首先在这里面 UIL 然后开头 结尾 对应的是我们的 U的InfoView DSView 好 这个提一个名的 Name呢 就叫做 U的 OK啊 这个呢 就是用户中心 这个 信息页面啊 信息页 OK 然后 然后再往下啊 UIL 那么下面要配置呢 是我们这个 订单 哎 就是这个 order 对吧 order呢 在这里面直接写一个 order 哎 到了 对应的是 U的O的View DSView 好 Name 就等于这个 order啊 它呢 就是这个 用户 中心 哎 这个 订单 页面啊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叫做 Adress Adress U的Adress 啊 Adress 到了 哎 对应的是我们的 AdressView 点 SView 然后 Name呢 就等于这个 Adress啊 它呢 就属于我们这个 用户中心 地址页面啊 地址页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东西呢 我们就配置好了啊 配置好了之后 我们就访问一下这个页面啊 看一下行不行 首先我们 先去敲入这个地址啊 127.0.0.1 哎 出这个地址 对吧 一回车 哎 这边是不是显示这个页面 对吧 哎 同样的道理啊 U的 再来一个这个 ODA ODA 哎 这个页面 那么 然后呢 还有这个 Adress Adress 这个页面 那么 你注意我们说这个页面显示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是不是有这个三个链接 对吧 比如我一点击这个 它就应该给我挑染了这个 订单页面啊 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呢 你要把这个链接呢 给它改过来 这一部分呢 这个 标题栏这块呢 哎 它就在我们的Base User Center 里面 哎 就这一部分啊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把它改掉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不直接写这个UIL啊 我们要使用这个反向解析 就是 使用我们的UIL 标签 好 现在呢 我要动态的去生成个人信息的这个地址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写这个 哎 先写这个 NameSpace的名字 对吧 冒号 再写上个对应的配置向Name的名字啊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U的冒号 U的啊 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了 直接呢 写上呢 是我们的 U的冒号 U的啊 同样的道理 全部订单 里面也是一样的写法 UIL U的 对吧 哎 订单对应的名字呢 叫做 ODA ODA 好 收货地址 然后在这里面 UIL 啊 对应的地址呢 就是U的 叫做 Adress啊 Adress 好 那么把这三个页面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重新的去访问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啊 比如说我要访问这个U的 好 回这 访问完这个U的之后呢 哎 你在这里面 这是个人信息 对吧 我一点击 哎 是不是全部订单 我再点击是不是收货地址 对吧 哎 看到没有 哎 那么注意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这里是个人信息 我这里是这个收货地址 我一点到这个收货地址 你这边是不是应该不激活 这边激活 对吧 哎 这边变成黄色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控制啊 你看到我们这里边 只要你给哪一个加上Active 他是不是就激活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一部分怎么做啊 我们在这里面 显示的时候呢 不管比如说 不管在哪个视图里面进行显示的时候 我统一 只要使用这个用户中心的某板文件 我就给他传过去一个变量 哎 叫做配置啊 假如说我要使用的是这个信息页的话 我就给你传一个配置 它的值呢 等于这个 Yuda代表它是用户中心信息页面 好 如果使用的是这个order呢 我就给你传一个配置变量的 等于这个order啊 代表它这个地址页面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地址页面传一个叫做address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做一个判断啊 所以在这 这边呢 给它传一个某一面量 叫做配置 哎 这个叫做 Yuda 好 下面这个 配置 哎 它就叫做这个order啊 order 好 再往下 那么配置 哎 这里面叫做address啊 你有了它之后 你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呢 做一个 判断的啊 我就判断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等于什么值 对吧 如果这个配置 它等于等于这个 Yuda的话 我就在这边呢 给它加上一个class 等于 active啊 andative 好 同样的道理 上面呢 这些呢 也是一样的啊 如果它等于这个order的话啊 等于order的话 那么这里面少了一个 好 等于order的话 我给它加上一个class 等于active 还有呢 如果它等于这个address的话 我就给它加上一个 哎 active啊 那么你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啊 直接我在这边 现在我点击刷新 address这边是不是它变好了 对吧 全部订单 然后呢 个人信息 哎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呢 就能动态的进行一个 显示啊 进行显示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 这几个页面的一个显示啊 这几个页面显示 我们先给大家做了一个显示啊 里面的功能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做啊 还没有去做 我先给大家做了一个显示啊